以及DT 这局依旧跟上局一样 也是有三个队伍没有能够拿到分数 总级分的话 CCG目前67分 但是DT的话也只有一分之差 今天的分数 基本上还是会被其他的队伍给吃掉 原本昨天发挥好的两个队伍 没有怎么吃到分 这对于晋级的分数线来说的话 其实是会有一点往上涨的意思 但明天还会有六场比赛 加上今天下半场还不知道怎么样一个情况 对 得好好地加油了 是的 是爆发一下都有机会吗 对 爆发都有机会 总级分后面的队伍 目前因为有B组的队伍 还没有上场去打 所以这个分数的话 一直是排在了后面这也情有可原 所以大家看一眼就好了 根据自己的总级分 就是大家自己在明天做一个调整 因为Pyro还是大家关注比较多 也是讨论比较多 它的压力会很大 因为目前的分数确实是不高 Pyro是这样的 我们刚刚说到就所有队伍都有机会就爆发 因为它的圈形是随机性的 对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每个队伍都有可能是黑马 对对不对 是 昨天第一把吃鸡的HQ是吧 有点让我们回忆起春季赛了 就他我怎么说呢 他这支队伍啊其实是比较喜欢去充点的队伍 尤其是在春季赛的第一天 他能够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成绩呢 主要还是因为在上来之后呢 充点充得很猛 然后充下来的那个点 都是很不错的点 尤其是在艾伦格的这个场子当中 是的 然后接下来即将开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艾伦格比赛了 艾伦格一共打三场 对 因为主要是我们知道艾伦格的地形 有些时候就是你也会设计一点 你不吃圈就打不了 对 他只能够被迫去换分 然后还不一定能够换到一个好的分数 是的 其实每张地图都有这种地形 但是占比的话 我觉得米拉玛可能相对来说复杂地形更多一点吧 所以说为什么之前说米拉玛可能打架打得更好看呀 包括很多很多架 他是打得有来有回的 并不是说一方碾压呀 或者是有的队伍就真的是没有出路了 这种情况啊 是的 我们来进入到比赛当中看一下 好来到我们小组赛第二天的第四局 接下来的三场比赛都是艾伦格的地图 上来之后这个航线比较的偏南部 而且这种航线的话呢 出机场圈的概率也会比较的高 当然这种头部的圈形啊 就航线头部和尾部的圈形的这种概率也是有的 是的 比较难打吧 就是不管是三种 刚刚我们所说成为 就大概率有可能的这种圈形呢 它带水域的面积啊 都会比较大一些 陆地面积就会变得很小 而且航线这么偏的情况下 很多地图边缘的发育点 大家可能跳不回去的情况下 要选择副跳 而且你看这种上城区去不到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会有一些对我在沿海区域 沿海这一边更加的拥挤 是 你想回上城区这个航线 你要么跟天霸去抢车 你要么就和这个西部的原住民去抢车 对吧 总之都有风险 RBS作为比较尾部的跳伞 也是去到了这个恩港 然后机场内部的原住民是WCG WCG现在就两个跳点 第一个是正北方向的S城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南部的机场小岛 当然在北部的话呢 在之后的比赛 有可能会有这个roll点的可能性 当然它考虑到名额的问题的话呢 感觉roll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是的 那么第一个圈也出来了啊 在无通通的情况下 是给到一个东部圈形 嗯 带水的面积啊 还是很多的 机场岛的面积也是理论上是 其实大家不会 不会只能带进的 对 一圈排除掉 你包括二圈可能在的话 大家也不会来 是吧 除非我这个真的没地儿去了 这种这么一丁点板块 我完全从来没见过 难可能 其实是有一次的 忘记了吗 PGS1的那一次 会大一点 左下角的 会大一点 对 它一圈 这个太小了 小时 是的 那已经是在近期的比赛当中 尤其是今年的比赛当中啊 这小概率事件发生的一次了 就是PGS1 是 这个东部圈的话 其实 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 它会不会往大小链这方向去切 嗯 切的话呢 这个圈就更难打 这个圈其实 我觉得 还不如切岛上的那种感觉 其实有很多队伍在这种圈形下 它能转移的点位啊 还不如切岛上吧 切小岛 对 我说有时候这么想啊 说的有点夸张了 哇 屁屁 哦 这是六倍镜的还是啊 我傻了 哈哈 这怎么办 这个距离啊 好痛 这不连头甲都没有啊 这画面一切过来 Coco 有点东西啊 这是什么搭配啊 哇 去拿别人的搭配 也主要是太穷了 也没办法 不过 这把枪呢 确确实实在揉点的时候啊 是比较好用 因为它的子弹的被弹很多 就弹匣里面很多 LVDG万万没想到啊 你看右上去的标 对吧 一把PB 这把枪真的 腰射 还是得腰射 就跟这缩小版的P90 这把枪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后座力 对 它的手感有点像棉花糖的那种感觉 软软的 绵绵的 刚刚我们也是有聊到嘛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圈 其实按照今年的一个数据 作为参考的话呢 我个人的印象就是两种圈形 第一种圈形 就是像刚刚大爷所说的那种 对吧 如果说往右边去刷这种大小店 以及伐木场的圈形呢 会在二缩三的时候 比较的难打 因为转移的这个方向 起码是少了三分之一 因为整个东边是沿海嘛 你转不了 绕不了圈 另外的一种出现的概率比较高的呢 就是往农场这边去刷 但是它在二阶段 南边带水域的面积也比较的大 在三缩四的时候呢 整个土路以及南部啊 这种交火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是的 因为很多东边过来的队伍呢 它基本上下一步的选择 就是两个方向 要么往土路去找机会 劝一波打风筑跟 要么呢 就是直接从这个MUTAR 然后再往南部的岸边去绕 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够进入到下一个圈的圈边上 就在目前圈中心的位置啊 其实比较好的房区 肯定原住民去第一时间去拿 对的 反正只有两个角度的绕圈嘛 刚刚小七也说过了 反正圈中心啊 肯定大家还是要小心 因为今天其实这个节奏 我们看到Tiger的时候 第一吧 就是第一个圈的时候 你看那个房区 圈中心的房区 这么多人在去 至少有队伍去选择一圈的时候撞 是吧 是啊 那你这个圈形下的 其实中心点的有些房区啊 它也是可以选择撞 对的 比较极限 主要是 它这个房型 好房型不多 对 好房型不多 然后狼多 对 圈一分踩的队伍的话 要更加小心 像刚刚所说的那种情况呢 就选择好房型的队伍 同时都看上了 另外一个就是必打 对这种概率提高的原因呢 就有可能是因为你想走的话呢 你来不及了 因为房区周边啊 视野比较平坦 你那个位置在掉头 或者是在转移其他的方向的时候 车速会被拉慢嘛 那房区先到一步的队伍 它扫车 按照咱们PCL的 这些职业选择的基本功 扫车还是很夸张的 是 所以来不及走了 就是你的命运 你的脸色 全部都是交给了 别人的马枪之下 才能有机会活下来 大家的技术 真的是日益精进啊 对啊 GSW想做坏事情 他在这里 想干嘛 他想 他非常了解天霸 他知道天霸这个圈形 可能要被往北部转 然后从圣山歪成 这个方向 北部去迎打 他在天霸的逼径之路上 他看看前期 能不能拿到分数 是的 他现在反正在那个 四园没有动 对 然后还有一个眼位 你看J5K J5K放在高点看他们 看天霸的走向 嗯 而且这里也是来到了战壕 啊 法姆场南边的战壕 我这个位置 高点白龙马已经发现了 这战壕有人 对 这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分采啊 就是战壕加上脚底下的这个房区 脚底下的房区呢 主要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野 来咯 看一下这一波 呃 爆点 这第一辆车 已经进入了扫射范围内 对 兄弟们 三个人 哇 感觉天霸这边 天霸这边有点谨慎的 但是龙死根骑的是一辆摩托车 坏了 这个摩托车 完了 都是摩托车 还想换一辆龙死根啊 可能是觉得 这自己的这种摩托车 又不是很多了 哎 这个 这天霸天天搞别人的 这不就是都一次被别人搞 昏了昏了 头昏了 呃 远年的琪琪看了一眼就吃了一枪头 不呆了 嗯 哇 这是有计谋的 有预谋的 呃 大胆预言啊 零数的性格必然要再打回来 再打回去 打回去 看看怎么办吧 其实目前来说的话 天霸还是有点被动 因为GSW 其实95k的位置 他会把人全部点出来 嗯 然后GSW本身自己的 其他三个人的站位也相对安全 天霸可能在这个时候 如果不搞的话 可能在后续想想办法 对 或者下一把 但我自己觉得啊 其实这对于天霸来说是件好的事情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天霸最近的这个状态呢 确确实实是让大家比较看好的 那么往往这样的队伍 他一旦在世界赛的时候呢 你对于其他队伍的习性没有那么的准确 或者说他在那一盘比赛 他也像这样GSW一样 对吧 初期不一搞你一下 你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注意 就制定更安全的路线嘛 下一次就算没人我也不 不走这个四房了 四房这么近 没错 你看七夕的那种安全路线 其实就找着比较的 是的 来看一下近点啊 牙匹 嗯 和宁甲 哎呦宁甲这个时候还想推门进房间 不太现实啊 是的 原来还有RBS在抽 哇 DT瞬间倒三个 嗯 这一波 TMA 血转 嗯 主要是他打通了 打通了这个海岸线 他把这个房子里房子里的连接给打穿了 嗯 打了只拿了一分啊 分数不理想 但是位置还可以 这是面前的威胁啊 DT满边队被打成一个 嗯 其实这是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分采风险 对 对 DT看似踩不远 但实际上招 招不住对方一波 暴团冲击啊 来磕烟雾弹 这包我必舔 身上的急救包数量有点少 补充一下 舔了半天 不知道舔了个啥啊 面板反正是没有变化的 嗯 估计是捡了闪光弹嘛 嗯 因为闪的这个 会没有在这个面板之上啊 爱奇在爱奇选择了直接上到伐木场山上啊 他并没有选择在小店这个方向的房区做分战 对因为那个位置毕竟是贴水嘛 他害怕就是万一一个提前的北切的话呢自己就上不了山了 嗯 或者说上山的这个难度系数比较的高啊 不过其实啊就是其实他这几个位置在一圈的时候尝试几个板块两个板块的一个分彩的话倒是可以的 对 因为很少有队伍选择在一圈的时候特别盲目的去撞这种比较难观察的点 哎是吧提前把南部的水给他排了那其实他现在的这种选择还是有收益的有收益啊 嗯很舒服吧这样的话二圈的时候他可以相对更安逸一点然后周边的信息在一圈的时候收集了一点二圈的话就小心防一下其实二圈还好可能三圈的时候如果再来的话就有队伍要往上顶了没错 我北边又是一个大若策啊整个右上角你看全空对那这样的话监狱山上其实也可以应该会有队伍去旁边那个四房有没有人先去踩一下 对填巴有想法主要是填巴现在一路过来的话呢他给要稍微拿到信息对再往中间延伸也没必要了对没什么位置给到 我本来就是运营的比较慢看一下17来到了别人放CDG这边放出来的假车库是的 往往这种位置的下一步的选择就是在圈往右边走的之后呢上山去到那个小战壕的位置或者是再提速再往里面去扎 那这个要视他在这局的一个情况而定啊 解决17这种位置呢吃了回去圈的可能性啊确实不高 对 不好打吧只能说后续如果再往防补场山上走的话 他的确很难打没有好的角度能上山就算能上去的话山上的信息太少了很容易被埋伏 WCG选择走这个M城的海岸线沙滩刚好没有队伍他可以绕 对他可以一直往大点那个方向去绕对 他绕的速度肯定也不会说是属于那种一步到位嘛 比较谨慎的他们还是会那种观察点与观察点之间的链接 然后一步一步的走 反正对WCG来说的话不吃圈就很头痛 对 本身偏南侧就是一个强侧 是的 而且他现在他有一个选择性 他如果不想绕的话也能理解就是 本身就很边缘嘛 他绕过去万一一会儿圈形切回来 自己又傻了 等啊 这有圈还是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近距离的大规模团战 概率比较低 是 因为要充电的队伍呢 早充了 FTG刚才充了一波 他就是往爱奇那个方向充的 但是亏就亏待没有信息 他上去了之后先被爱奇打了一波 坚果这无奈只能跑到M城去了 你能理解他这个大胆的尝试 上一把其实太猛了 但是上一把的和就这局的对比 就是还是那个点吧 就是你其实尽量还是要打这种有信息的架 是吧 你至少能从远处看到一点点 这上面到底有什么情况吧 能看到一两个人的位置的话 可能他打起来的话心里更有底 不管什么样的战斗和抉择 你只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那你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RTG上来吊两个 RTG这里三个人抱团 踩一个相对低一点的假车库 因为这个假车库其实有点受制于 CTG那个假车库 他想上山的话 后续想上这个发布长山 就也没什么办法 第一车速提不起来 第二是头顶上 你要做点动作 就直接能看得见了 而且这种距离的话 你动这个车那发动机的声音也能听得见 三圈 三圈往右上稍微走了一点点 这个监狱 监狱山 你看他踩在那上面 之前他右下角的那个四房 他也踩住了 这他比较熟悉啊 这个圈 他可是在这样的圈 就这个位置 虽然不知道最后结局是不是继续往北切 但他现在踩的位置是他之前吃大分的 对 这两个点填码都不太会让我觉得 哎呀 受制少了个人真的挺亏的 实际提速 往马蹄山监狱的山上去走 这过点 哎呦 速度还是被打了下来 周围超线太多了 本身南部就比较密集 从左下角进圈 BSS这边直接把这一分给K下 是的 人家打工了 你看地图上的话 4M也在防GSW以及过来的DDT 没错 4M现在因为踩着炮楼嘛 又是一个分彩他要尽可能的把两侧可能会遇来人的这种情况 能给他通过开枪的方式逼走 另外一侧石头阵的这边 实际受不了了只能打了 对 17 再挺A7啊 17和A7 各倒一个 来 不过由于A7的站位更加的是趋于这个坡的底下 所以他扶人的速度肯定是不如像17这么快的 说实在的A7可能就是他不想让这个高点 因为说实在他这个高点一让的话 他在防区动不了了就 嗯 但是不让的话 你必须要硬打 你打不上去啊 很难打 哦 一颗雷 一颗雷 只要炸了两个 对 关键时刻 道具起效果了 这是A7的一波机会 老橘也被补了 这样的话 这个形式很容易给周边其他队伍一个机会啊 天上还有空降兵 这个时候打架管不了空降兵的呀 对啊 空降兵要打哪边 17先被淘汰 然后空降兵的话 去到炮楼了 炮楼加旁边的这个反斜嘛 是的 但是CCE啊 CCE是被隔开了 他跳蓝CCE队伍中间 是的 跟我们其实上一个圈判断的差不多 A7的话肯定是要防三圈的撞 然后17的话就是真的是很难上这个山 上去的话也是 就是很难找到好的一个落脚点 这边货眼滞留了一个周平岩吧 是不是 好像是倒地了 被倒了 这也是因为在圈一刷出来之后的一个分彩 他走不掉了 对 然后只能一顶因为顶住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DDT 剩三个兄弟去反卡一手DDT 这个圈这么一刷呀 必然会有队伍去绕 因为相对来说 马蹄山这一侧的视野 更好观察山上的情况吧 对 就你从左下角的角度进圈的话 难度系数很高 所以TMA才会选择我 正好有个紧急呼吸器嘛 是 直接一飞 还行啊 效果不错 因为CCG当时的注意力是被爱奇和时期吸引 对 管不上他 现在CCG和TMA的距离非常直近啊 大战移出即发 必然要打 这炮楼和那俩 目房真的共存不了 没错 已经出枪了 皮革南这边是直接把牙皮给放到 GSW这边肯定出不来了 当然是不给分嘛 哎呦这个城真的往北部去走了 天霸 但是旁边小心一点 嘎嘎冲他也是一个买卖 嘎嘎冲还挺能打的 对 我觉得 但嘎嘎冲这个圈形下 他又觉得 其实他可能要后续想的是推山 他并不会对防区有太多想法 还是那句话 可惜就是掉了一个笼子 不然这一局天霸真 更好玩 上大灯 主要是他熟悉的圈形嘛 不过现在三个人就得小心了 要小心了 想要这里还是很难点啊 最终CCG还是成功 淘汰掉天霸 确实从你跳伞的时候 虽然说踩到了这个炮楼的位置 但是在外围有反斜的CCG呢 他拥有的这个枪线的角度会更开 对 他人家有防范意识的 他本人就是散开战的啊 角度更多嘛打你 这是打空气 卡了一个 卡了一个对 卡了一个那个OB的Bug 赶紧下来 队友高点打一枪 再来一枪 Lash KK胆子这么大 顶着STG的枪线往上面去 要去开枪打他 打红了眼啊 眼里只有马卡巴卡 是的 上一把确实是拥有着比较高的一个淘汰数 但这主要由于圈形和地势的一个缘故呢 感觉FTG没有什么发挥空间了 自己的进圈的方向 被头顶上的STG给牢牢地掌握 那以STG的这种空边的风格 他肯定是不愿意放你走的 他走的还是小圈 下面的车速又拉不起来 拉起来之后又在马路 往东边去走的话呢 东边那边有WCG 进圈的角度确实不好找 他现在对面是这个DDT在站好那一侧 而DDT要想办法进圈的 旁边的话就是还有天霸 对于六杆枪线有可能去针对到DDT 还好DDT是个满边啊 他选择一单边打的话还是有战斗力 对 而且CTG这里要进圈的话 可能FM也要小心一点 而且CTG进圈如果要选择打FM的话 DDT可能会抓这个机会 是的 这方面会两边都要看 两边都得顾 已经发现了这个CTG的一个动向 小路的这个高点的视野还是很不错的 对于西边的这个观察呀 是的 WCG和GGC在地图东边 两支队伍的战斗 SDG其实听到枪声以后去劝架的概率非常高 这里CTG要动了 他整体来说肯定是先到圈边 然后以高点的一个视野优势 先看FM的一个站位 CTG他开着车离这个FM距离越来越近 看来要打的还是要打 要打的 对 先抢枪给一点压力 CTG 其实还可以稳一稳我觉得 圈边反正还能再挂一会儿吗 先对对枪 先对枪啊 找机会啊 因为你屁股后面也可能来人 对吧 行而歪的事情肯定要拉到南边去 顶角难切 顶角难切呢 CCG的局 CCG啊两侧 其实他这个DSS可能他能观察到还好一点 但是DSS的一个位置不多了 他可能会和CTG有接触 是的 而你看SDG那边打了WCG一个背身 打完以后 WCG看脚一边 我要调转枪头 他要不能跟GGC打了 现在很被动的是 小鹿的那个位置已经被放倒了 剩下的队友如果都在炮楼的话呢 这一把就没得玩了 DTT也来了 这个圈一出来以后 CTG就可以马上对FM发击进攻 就是现在的一个效果 是 因为DSS不是来管他了 除非往北切的话 他可能会去窄边劝 是的 这个时机很好 而且DTT的话也在等这个时机 那反而就是天霸又解放出来了 他又可以 而且他还有机会去抽 对 对吧 还有机会去抽一抽 他旁边的GDC的话也不会过来 也会去找WCG和SG那侧 往窄边找嘛 这个时候在宽边打架没必要 DTT这个反批踩入之后 头上两支队伍都很难受 尤其是FM 把SG全部给淘汰掉了 这把MG3能创造奇迹吗 先直接连打逮捕一个 但是MG3的SG的补枪啊 也是在血量不是很多的情况之下 把换神被打掉了 哇 马子哥五个淘汰了 是的 马子哥 哎呦 这一波由于 小宇宙爆发了感觉是 是的 去轻腹AM的话呢 也让CDG先把自己的阵型啊 压到了这个圈里边 制高点的一个位置 DTT的难题还在 就是他上山的关系当中呢 会被圈边的CDG给卡住 用枪去说话了 现在就是 是的 南部的战场持续了时间好久 主要是CCG 他去打DSS的时候呢 顾不上I7了 没错 对 I7就有办法去冲了他的一个阵型 CCG是震动大 他周边就是 100米之内不能有别人 必然要打 燃烧瓶烧到了 好准的这个燃烧瓶 正好烧到这方脚下 Pick南也有四个淘汰 当然 SASA和Pick南的二搭配 是的 你看看刚打完回头就打一起 哇 CDG这个 站的效率很高 就是他的一个作战欲望 哎呀 但是麻木着开车 开到了CDG脸上去 应该是之前CDG没有开枪 他是 一开始他是跟4M有些信息 但是后续CDG选择往后撤了 撤了 没有开枪 所以他估计不太清楚 对方具体站位在哪个方向 然后就冲到对方的人员里面去了 刷了个同行员 现在整个北边的天霸 一家独大 是场面多么乱啊 我天霸反正就是自始中很安逸 是他还尝试想要去往这个石头镇的位置啊 再走一走 提高自己的视野和打板的能力 看看能不能Kickover什么的 对 现在DDT 以高打低 Spaceman放到了底坡的航尔弯 现在只剩天天一个人了 一个人去顶对方三个 旁边还有天霸在限制Spaceman的走位 Spaceman还好有个侧身烟 经典帽队友打闪 要快速去解决掉经典 OK没问题 10个淘汰DDT 而且这个坡的话 看看能不能继续打 因为天霸的话 是想过来直接把这个DDT卡在圈外 正常来说天霸的站位 应该不会放人进来 但是许神这个独揽很致命 天霸不知道 走在了许神脸上啊 这一波 那现在天霸要想 哎呀这个独揽 我要把它快速解决掉 坏了 Spaceman主动从烟雾里拉出来 把泡泡给放倒 前点两人全倒 只剩后点机器 这一下感觉DDT是一个三人编制 对吧 他其实许神那个点位 就相当于跟天霸打了个三为三嘛 许神这个时间段出手 真的是解脱了DDT 对于天霸来说是致命打击 DDT有几率反败为善 南部战场虽然一直没有切镜头 但是CTE两人还活着 现在虽然有人倒地 但是感觉刚说救不了了 但是一打一 泡泡最后爬下去了 反正也救不了 也不让你舔包 对吧 万一我身上的道具 东西应该很多 我觉得应该是东西多 所以直接下去了 不给这个投注啊 七七现在要收一收了 场上现在是四个独狼 然后DDT的话是两人编制 就现在局面扭转吧 DDT过来清天霸了 刚刚是天霸去限制DDT 风水轮流转 但是七七 这个闪了 同样的方式 Space们给闪 然后一屁股往前面去点 两个都被闪了 哎呀枪马了 但是时间很长 有机会有机会 血量还可以吧 又是许笙 明白了不是许笙打天霸 是许笙在这个方向 不管你是谁 我都要偷他两梭子再说 CCG这里萨萨也走出来了 11个淘汰一共 三个独狼 三个独狼 那吃鸡是谁 不好说了 许笙肯定先过来找七七 我感觉现在是 萨萨应该能有机会 保一个决赛 也保一个第二 机会很大 就是萨萨 我觉得她吃鸡机会都很大 是的 但是要看 取决于许笙和七七 打不打 在吃不吃到圈的一个情况之下 打不打 两边位置太近了 现在等一个 等三秒钟吧 哇 全里有三个人 难去 去了 去到两个独狼的那边 然后七七很聪明 她也觉得 就近年如果和许笙去打的话呢 第三个独狼可能又是就存在了 直接拉开了距离 对 她拉到厕所的位置了 拉过去以后呢 现在是萨萨要找角度紧圈 不过现在 对于独狼来说 走起路来肯定要比 人员编制满面这种 轻松一点 前面和 I7在整个炮楼这边的战斗 持续的时间非常之长 所以对于整个北边 马蹄山这附近的视野 以及他们的信息的难力 不够准确 只知道人不多了 对 只知道人不多 只知道人不多的情况之下 萨萨现在只能够 一棵一棵树的往前面去走嘛 他也不敢开车 而且也没有车 能够让他去开了 手握11个淘汰 七七这边 信息就很明朗了 先卡一手 南部的这个高点的 萨萨这个石头还不错 哦 七七这个想法是 这么胆子大 想来一个措手不及 去绕一手萨萨的侧身吗 他如果是 我估计不是想绕萨萨侧身 他可能有个想法是什么 就我贴着这个蓝圈边缘 就算那个毒狼在 基本可以判断之前那个毒狼在南部 对 那南部可能 他得走 他得走对吧 我运气好 我摸了他 就是他 就看到了 然后如果他先走了 他还可以吃一个南部等 萨萨如果比他快一步 先去给许生打 是 有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目前来看 但具体还是要问七七啊 对 可惜没有萨萨采访 因为这个 可惜了 你看看是不是 就是这种 对方想不到你会绕过来的 萨萨 他如果碰到就给你打 碰不到吗 我从南部等你 萨萨和许神先打 那其实我们俩的观点是一样 就是绕了他的一个侧身 最终的结局和效果带来的感觉 但其实萨萨 萨萨刚才已经很小心了 他已经很小心 就是七七他这样的一个出枪之后 没事他还可以跑 对他还可以回去 原路返回 再绕 许生看到了一点头皮 应该大致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他也在往北边的位置去绕 这种位置去绕的话呢 就相当于要赌七七的这个竞选之路了 许生要想七七怎么想的 七七的印象中 许生可能还在那个大概的位置 但许生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更多的去尝试换一下位置 主要是从南兵下山过来的时候 这视野太好看了 圈都缩过来了 你没有人走 那只有往这边反坡就绕了 两个最后的独狼 八阶段形成 就看谁的枪更准 找位置 开枪速度更快 对 所以我感觉这种范围的独狼看到 开始看到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是 对吧 这该绕还得绕 许生很小心 这个一直在排这个七七可能回来的点位 但是两个人的话可能在这个时候都不会轻举妄动 要等一下这个蓝拳去苏 最后的独狼之正 你看七七 他的注意力可能还在 就是许生一开始打他 就是帮他解围 就打这个DTT那个点位 心里这样说 现在也要去猜对方在想什么 他在哪 等吧 等到这个八拳缩完 然后逐渐的这个陆地面积 这圈里的面积越来越小了 其实大概的位置就判断的八九不离十了 纹丝不动 现在就要听脚步 把这个现在切到桌面 把那个声音拉嘴大 放下耳机跟个小音像似的 谁都不敢再往前走一步 学生们可以等一等 要到梅花庄的 吃饱喝足 是的 七七手里还有两颗雷啊 这一定是最后的梅花庄 用篮圈赶着对手出来 露身位 两个人都是AOG 七七肯定还是希望能尽早发现学生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两颗雷其实就能派上用场 对的 拉得越近越难丢嘛 对 脱不了手距离太近的话 好的 最后没化妆 我们也要屏住呼吸 其实两个手 对我肯定现在一眼不发 对啊 那这个时候就交给你啊 就让他自己操作嘛 让他自己玩 学生如果扔闪的话 他的位置可能大概率要被猜到 对 而且手雷可能再等一等吧 不急 因为那个反坡 这边缝烟了 这边吃气缝烟了 是的 是 他这反坡要被篮圈 没过了 确实七七这个过点的话 他得思考一下吧 对吧 是的 他这个过点侧身太容易暴露给北边队伍了 北边的许生了 许生那边还有一棵树 作为一个小小的掩体 如果自己没有封烟的话呢 就完全没掩体了 来 加出烟口 还有烟口 因为前面那棵树 他很看到了是不是 他想举的这个位置 他想炸面前的那棵树 奇奇没看到 奇奇那边在排 但是许生这边看到了 这距离扔不到啊 距离真认不到 就架住就好了啊 这棵树你是有掩体的 哎 完了 许生这个火把自己给烧了 让自己喝了一瓶 恭喜天霸这一局是五个淘汰成功吃鸡 哇 最后紧张了 这个距离你认燃烧瓶不够的呀 还不如指甲一会儿 主要的时候 正好又被打了 被打中一枪的时候 再回收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点紧张了 对紧张了 收不住了 就这个位置 奇奇已经是名牌了 我没有掩体 我只有烟雾弹 而且我没有封第三颗烟的情况下 你只要血声架住 你抱一棵树 你怕什么呀 他加烟就行了 对啊 就加烟吧 就是你既然丢不到他 他其实也丢不到你 是 那个劲儿 得使好大的劲儿才能够让奇奇丢到他的树后 对吧 是 最后这个小小的细节崩了 但是最终结果是不是 这个圈形天霸还是吃鸡 是的 刚想说天霸在这样的圈形当中呢 绕到了一个右上角的弱侧 后续的圈形也是成功的 一步一步的有惊无险吃到了这一集 但淘汰数不是很多 看一下上局的一些回放 DT和TMA 初期在这个海三海六附近的一些沿海区的防区有战斗 另外就是护卫M这边 MG3力稳狂澜 但最终只换到了一分 CCG在整个伐木场的山头啊 是拿了不少的一个淘汰 DT也推起来了啊 CCG果真还是 伤害拉的很高啊 对的 枪硬啊 嗯 北部最终还是 南部的话最终还是塔桃 哎呀又来了这个画面 导播真会切呀 是 因为确实从位置来看的话就是这个 奇奇他是会往这个圈里走的嘛 就他被动一些 他会他会他会比这个术后的许神先动 是 所以导播可能当时也会觉得许神的里面会更大一点点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 炸裂性的操作 真的很炸裂说这这波 其实奇奇在扔完那颗雷之后还没有看到许神的位置 因为他排的那颗雷是在梅花庄附近的一棵比较粗的树 当时许神又连续两拨掏了一个道具收回去了 架了一会之后又想掏道具 然后又收回去又在这个掏道具的时候 被打了两枪然后紧张了 可以看到最后这个毒狼之间啊 去争夺这只鸡的时候 大家心眼都非常非常多对吧 就当时奇奇奇确实打得非常聪明 我既然在许神面前是一个名牌 那我就要把自己藏在 萨萨的就是让萨萨不知道他的方向 然后去打对方一个出击不易 就算你先走的话 你如果要赶过去的话 我南部其实也是处于拉扯了跟许神的一个距离 他可以隐匿其中去当一个忍者 去刺到被刺一下这个萨萨 然后目的达成 最后的话真的是阴差阳错 对方也有失误拿下了这只鸡 许神这个觉得其实这个也没必要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自己太责怪自己 有时候这种一为一的局面的确心里会紧张 不可避免吧 因为你要想 因为他 所以队伍才会创造出更高的一个分数 运萨分 第二名的运萨分就已经很高了 对不对 然后你还有前面打天霸 打这个DDT的一些淘汰分 许神这局不够亮眼吧 够亮眼 你看他一直 你打了天霸 打DDT 然后把这边就打 然后运萨分也来了 关键时刻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是的 没有关系 不会希望不要影响到他的心态嘛 就接下来还有比赛要去打 就好好的加油 是的 他确实许神这一局的话是吧 DDT展映马下 然后进 就是天霸的大部队 对 对吧 也干扰了 剩了一个七七嘛 对 嗯 这局基本上这些场上的独狼发挥都非常非常亮眼 而且很有教科书般的感觉 又是七七七七 我不知道怎么说啊 七七在最近 他的比赛中的一个刺激的一个发挥啊 嗯 他变得越来越聪明 变得越来越那种 就成长起来 哎 就打了他之前有好多次那种 个人单人的发挥非常非常亮眼 而且还有那种神经枪的操作 就真的就惊呆了那种感觉 就是说大家的状态都在上涨 这对于我们赛区来说的话呢 就是一个好的事情 嗯 对的 就是可以看出来 因为确实这个POPG经历了很久的这个比赛嘛 大家的经验啊什么的都在不停的进化 然后这样能够一直保持水准出现在联赛的这种队伍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没错 作为选手 嗯 然后这一局的话 其实你看南部啊 虽然镜头给的并不多 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前景图上面 CCG就是左打右打 是的 打完右边又打左边就来来回回这么跑 他从四个人一直跑到最后剩只剩萨萨 但是他淘汰全被他拿了差不多了 十一个淘汰啊最后走 就你想南部战斗开始的时候 是他先和TMA在右上角炮楼交手 对 最后打着打着 在伐木场的左下角是这个位置 当时接DSS DSS是满边 他接完DSS自己还剩两个人 然后他其实左右拿分拿了特别多的分数 拿了最终十一个淘汰 我当时想南部最终走出来的还是CCG 是吧 然后你无论来多少支队伍他都能接得住 他四个人也是打 三个人也能打 两个人更能打 是的 就是那种感觉 这个最后也的确没办法了 因为场上的信息对于他来说的确太难判断了 因为他在和爱奇最后一个独狼单挑完之后 他虽然处于一个高点 你可能高点我们以往会推断高点有高点的优势 但是你高点 如果你这种像这种高点往下走的话 你就那么几棵树要抱着的话 你很难防得住从其他角度来一把这种冷枪打过来 他已经很小心了 走的是右边比较靠近蓝边的蓝白之间去走 找些好的地形 但是奇奇更聪明 他就读你这个点 这个高点的优势 其实大家谈到这一点的话 主要还是因为要根据后续的圈形 以及他的优势能不能够打得出来 就用出来吧 比如说我踩着高点 那我能抽你 但是如果你有掩体 那我就抽不到你 我这个优势就等于零 圈在往你那边一给 我得要下山 我得要从我的高点下来 我把这个优势位给让出来之后 我就相当于就是一个靶子 理论上其实如果奇奇不动的话 他和许神两人在尬住 僵持住 那萨萨就可以很舒服的 说不定有机会能够 对吧 找到刚刚就是 那个奇奇那个位置 是的 反正总体来说的话 这个独狼确实在上一局的发挥 非常连 因为他最后的话 都是独狼 对 都是独狼 没有任何一个队伍 多一个人 是的 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这样的决赛圈 三个队伍都是独狼的一个情形了 对 很久很久没有看到 大家其实 除了啊 我觉得除了CTG在南部 他打得比较惨烈以外 其他角度的一些队伍 可能多多少少会存在一些 这种失误也好 包括可能有一些 出其不意的角度 这种独狼出枪也好 给你打得也 莫名其妙变成一个人了 因为以往来看的话 这些角度出来的队伍 他成为独狼的情况比较少 你看天霸的点 自主之中没有周围近点 没有什么威胁 终于等到六圈 可能到七圈马上了 然后就要出手了 要出手了 许生 许生那个位置还有辆车 然后圈五的时候吧 因为我记得 因为当时我提了一嘴 圈六只有三个人 对吧 圈六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看到 只有三个独狼在场上了 对 就是那一波 然后许生的出手 我们当时觉得 就是当时看场面情形 天霸的话 肯定是需要把DDT 全部给扑掉 全部给卡住 不让他进圈 结果许生就是他们最大隐患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信息 居然因为许生在那个地方 其实折伏了很久 对 他一开始也是RBS 可能当时人也不多了 他先上这个发布场的 那一个就CTE这一特 倒了一波乱 然后拿了几分吧 可能拿了分数了 然后就只剩许生的 自己撤下来了 下来又拿了几分 主要是DDT 我是没想明白的 这个位置出过枪 而且帮你解过没 你为什么敢把背身 露给这个方向呢 这是的 这个细节上面的忽略 其实大家说的非常的关键 这个可能也是 我觉得当时你可能就想着 我想不到太多了 孤主一致把77这个位置拿下 我再回头处理取生这个点 有这个想法 但是其实局势瞬息万变 谁也猜不准 当然也有可能 就是他会觉得那个位置的话 可能就是也不好去清 因为他去打 就DDT去打 那个CTG的那一波的时候 身上的伤害性 包括闪啊 就最后所剩无几了 雷火已经完了 当时闪的话呢 是给到了77一颗对吧 对 然后也是最后的一颗闪吧 就是 呃 今天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节奏还是比较的顺利的 对 主要今天我觉得第一把的一个精彩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嗯嗯 无论是填把整体的一个是吧 这个稳扎稳打啊 对通靠通过自己的一个跳点优势 然后慢慢的去发挥出自己更好的一个优势吧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第一把的一川四啊 各种各种场面 反正今天的比赛让大家感觉感觉就我尤其是前几把感觉够的特别快 是的嗯 就而且打架的频率其实是比较高的 对 他没有出现那种断层 就是说我在前面特别无聊一直不打架 然后中间会出现很长时间的这种断层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单局的积分情况如何 目前CCG在这一局16分 嗯 他确实淘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 淘汰分拿了11个 然后天霸的话是拿到了15分和DDT 也是拿到15分DDT 他单局其实比CCG打的还多12个淘汰 他也是在整个左上角的话这一侧杀疯了 是的 也是硬推啊 嗯 他是你看一直推推 当时打先推覆M然后又推CTG 一直往上再推着打 其实没错 CCG已经来到了83分DDT81分 啊 哎这两位啊 昨天发挥不错的队伍在这一局开始了 是吧 又开始了 嗯 都在同一局找到了感觉 对 CSS66分啊 这是13到24位的 嗯 大家看一眼就好 嗯 17的话今天是第一天 他现在还有两局的情况下拿到32分 其实今天17啊 他这个分数来看的话呢是不错的嗯 因为还有两局的比赛吗 四场比赛拿32分是挺不错的一个分数 嗯 其实作为合作者单队来说的话 他这个只要保持好自己的状态的话拿分分我觉得还可都都可以拿得很平均 对 最主要的还是看队员在场上的一个状态嘛 是 因为现在的话其实很随时中部队伍都有机会爆发 对啊 没有谁敢在这个短赛程的比赛里面去保证拍着胸部说我一定能进啊 毕竟还有一个被淘汰的风险 嗯 因为越是这种短赛程的比赛当中啊 越是看大家的这个爆发了 嗯 是的 所以还是要期待今天最后两局这个队伍的一个发挥情况了对吧 没有打好的只能靠最后两局去多多加油了 加油 好的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